好香喔 尤分 好香喔 好香喔 這個就是比較像是 台灣的糙米啦 然後這個就是柬埔寨的米飯 那這要怎麼吃 旁邊這一碟 用多種香料烹調的蝦子 將它加入米飯一起食用 跟咱們台式的吃法滿像的用 很好吃耶 我覺得很好吃耶 它的味道跟綠咖哩有點像 只是它沒有綠咖哩 還那麼的濃稠 然後再來是它比較乾 它是比較乾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覺得 比較像是在配蔬菜 然後它還有蝦子在裡頭 有沒有 蝦子 我覺得跟泰國料理比起來 它的香是有在 但是它的辣度是完全沒有 它的香度很濃 然後他們的葉子吃起來 真的是有點像我們在台灣 吃客家菜的茶葉料理 這什麼湯 這個好像是花的感覺 這個是花 這是花啊 這是什麼花 茉莉 什麼花 野生花 它是花 酸酸的 像酸酸的 這個很像情人節送花有沒有 然後下面的糖把它煮熟 是嗎 來 我來 我來 你會這樣 它這個有點酸 然後花香味有點太多 但是它吃下來我覺得 氣氛非常好 然後它的餐點也非常精進 今天吃的這個餐 現在就是柬埔寨的風味餐 雖然我們在餐廳裡面吃 但是是非常道具的柬埔菜料理 所以這也是柬埔菜的 最美味的美食之一 好不好 讚 我要甩一下 我要甩一下 吃 天空姐呢 我的名字是Velok 好 我26年 什麼樣 26年 對 你懂我嗎 你26年 26年 對 真的 大家真的沒有看錯 外頭天色暗眠夢 聽說現在是那凌晨4點多 到底愛玩它 為什麼要這樣脫脫摸摸 現在我們要去看人生 各位不要以為你演話 我們兩個今天穿一樣的顏色衣服 我戴紅色手錶 還有黑衣 今天不會認到我戴帽子 對 我沒有裝頭髮 我戴綠色的手錶 對 今天我們要去看 人生必看的日出之一 就是小吳哥的日出 沒辦法啦 吳哥庫 十大最壯之最美麗 號稱人生必看的日出之一 愛玩咖啡嘗試 一網打進奇蹟美景 吳哥庫一共分為大吳哥跟小吳哥 這最美的日出就在小吳哥裡頭 大家進去前 要先在入口處購買門票 一共分為135日票 大家可以依照個人需求來購買喔 這就是我們的票啦 剛剛要拍照的 我們照片在後面 怎麼拍起來人比較怪怪的 好酷喔 你看 每個人都要拍個照片有沒有 然後他們自己做紀念 是 這個票一張40塊美金 是 但是可以連續來三天 為什麼來三天呢 為什麼 因為你今天來第一天可能下雨天 第二天下雨天 你還有第三次的機會 對 佩佩佩 郭彥甫不要烏鴉嘴 你那麼想每天三點多起床是不是 這邊沒有門啦 這邊的入口就是人牆 各位 這邊的入口就是這排人牆 所以它是沒有牆壁的 所以它是沒有門的 沒有門的 就是人牆的 大家如果來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可以帶手電筒來 而且這是大概有900多年 歷史的這個地啊 然後它有一些高力起伏的不平 所以在守護的時候 要特別的小心 而且盡量不要穿高跟鞋來 對 然後 這已經跌倒了 然後跟大家講一下 來這邊就是我們一定要穿長袖 然後褲子要穿長一點 長褲 要過濕 穿長褲 過濕 因為這在古代呢 其實二世國王蓋的這個是寺廟 所以它是有那個 比較虔誠一點的感覺 深埋在樹林裡的小吳哥遺跡 在19世紀才被世人發現 900年前的歷史軌跡 當時可是花費了37年建立 小吳哥城最明顯的特色 從遠方望去 聳立的舞塔 美麗曲線跟鑽石光芒互相揮映 特別迷人 在通往看日出的步道 兩旁會經過許多美不伸縮的古蹟 此時小吳哥塔前 已經聚集了各國的觀光客在前面 究竟今天能否順利看到 日出美景呢 本來太陽從右手邊生出來 對 但是很可惜 現在在右手邊有一次烏雲 如果這個烏雲會... 沒有關係 你不要自責了 對 我們也不會覺得遺憾 好 真的 因為日出天天都有 OK 對不對 就算今天沒有太陽也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可以來 我們有三天的時間 好的 對 我們在河畔邊有沒有 全世界來自各地的遊客 全部來這邊看世界七大奇景 圓圓了好多人喔 一直圓圓到那個地方 全部都是人 大家都來這邊看奇景 好滿喔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 看著陽光漸漸從雲中升起 愛玩卡要給大家的日出美景 是不是 是的 沒有日出 對 周哥 周哥 怎麼交代 有烏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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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覺得雖然沒有看到日出 但是我覺得還是滿有feel的 九百年前的鬼斧神工 精雕細琢 精雕細琢 每一個線條 每一個曲線都是 每一個工人 ㄎ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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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打造而成的 對 是不是 我是覺得 今來這個地方 它有一股那種 極盛世皇朝 那個時候的那種震撼族 就知道說 他們那個時候 有花多少時間 花多少精神 花多少人力 在這邊鑿這個寺廟 雖然太陽公公 一直在給我們搞自閉 但滿滿的人群 人就不肯散去 大家都聚集在這裡 捕捉吳哥塔 與湖面的美麗倒影 跟大家分享幾張當天拍的美景 你們看是不是美得很離奇啊 他說那想一想 沒關係 不看 好 你今天要四條這裡有沒有 四條四塊 OK 他要不要小朋友 四條四塊 我不要小朋友 這邊沙家用巧克力沙家 酷 媽媽 媽媽 我女兒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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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表很貴耶 好 這邊就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洋人間 洋人間 白天跟晚上是完全的 不同的風貌 沒有錯 是不是 白天我們到這邊有個很重要 很道理的東西要吃 對 丁哥 什麼東西 光哥 什麼東西 等一下我們去吃一個什麼燒烤的 燒烤 是很好吃的一種燒烤 它是華人風味還是 這是柬埔寨的風味 柬埔寨的風味 來到吳哥窟 一定要來到這條洋人街 知名酒吧 餐廳 全都聚集在這裡 吳哥窟趁著天黑錢 趕快挺進這條街 免得一到晚上 你有錢老闆也不想借 這個這樣看起來有點像 我們吃的那個 韓式的銅板烤肉的感覺 柬埔寨的烤肉 除了肉盤 副餐的白飯 蔬菜 麵條 都是無限制供應 吃法有點像台灣的銅板烤肉 這個牛肉這樣吃起來 其實滿高級的 這感覺起來就有那種 韓式的那種壽喜燒的感覺了 對 其實它在烤的時候 有沒有這個盤子不會太乾 因為上面有一個豬油有沒有 它那個溫度 它那個溫度會讓豬油 一直散發那個油分這樣出來 然後一直讓整個鍋子 這個應該是一塊豬肉了 好 這個比較嫩 好好吃喔 所以我要很搭的就好 好好吃 好嫩喔 柬埔寨市的烤肉 比較不同的是 它附的不是醬油 而是這一碟碟的醬料 不管是豆腐醬還是香茅 通通任你挑 香茅醬 香茅 好好吃喔 嫩不嫩 很嫩對不對 好好吃喔 因為牛肉本來就... 這個是牛肉嗎 對啊 是牛肉啊 這個是牛肉嗎 牛肉 牛肉... 牛肉我覺得它本身就有醃過 你知道嗎 然後那個蛋的香味好濃喔 是的 好好吃喔 這是真的好好吃 大家一定覺得彥甫怪怪的 幹嘛一再確定它是不是牛肉 沒有錯 愛玩咖就是那麼的趕俏 一場疊對疊的遊戲就此展開 猜猜我是什麼肉啊 他們認識他嗎 謝謝 謝謝 Good luck Good luck 謝謝 是嗎 但是我們... 他說我們女人是什麼 我們說... 他說我們就說對 然後我們就說差不完 覺得最厲害的腳口就很少 不是啦 這不是那個牛肉的意思嗎 你這樣講是不是 對 名副其實啊 胡卡古